7-6-3-4-6 好了好了 长气鬼 嗯 知道了 好啊 再打电话给你 来 诶 希腿华是不是啊 是啊 他教你什么事情啊 诶 他不是刚买新疆吗 他说话他家非常有野剧 都是些非洲的家具 叫我帮他找一些非洲艺术摆设品 诶 非洲的摆设 我知道什么地方能够找得到 是吗 那一天我跟房太太去逛街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的 诶 在哪里啊 我带你去好了 反正我也想仔细看看了 好啊 非洲家具 不论是大件的家具 或小件的摆设品 几乎占了95% 是取材于大自然 其中多以木制 食材和动物的毛皮制造的 有实用价值 也有观赏价值 同时也给人一种原始 朴素的感觉 很有民族特色 和艺术气息 妈咪啊 你真行啊 竟然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非洲手工艺摆设品 省了我不少功夫 上个星期啊 你不是说有个老同学呢 托你找一些非洲的家具摆设品吗 我就想到这个地方啊 所以建议你来看看 你真好 那今天晚上的晚餐呢 由我来包办 你说的啊 哎 你看 这些石头好别致耶 是啊 这种学名叫Verdad的石头 是全世界只有非洲土地才有的 它有几亿年的历史 是含有的石材 比一般石头重 而且坚硬 它的色泽成墨绿色 在不同的气温底下 会出现不同的颜色 比如浅黄或褐色 由于是人工打造雕刻的 所以没有一块石头的形状相同 哎 妈咪啊 从这些石刻图案呢 不难看得出 非洲古代民族的生活面貌哦 同时呢 也反映出非洲部落民族的智慧 和他们高超的艺术水平 这种可爱的大象造型也很生动 它又是另外一种石材 叫造石 这些造石 全都是在偏远的高山峻岭 才开采得到 一到了艺术工匠的手里 它就验得多姿多彩了 这竹台啊 也是用造石雕刻的 加上了彩绘更加鲜艳了 哎 你看 这毛好可爱哦 要去恒生的 这应该是它的天然色吧 嗯 应该是 这些蜡烛 最具非洲平原特色 不论是圆形 圆柱形 还是四方形 它都画上了 非洲著名的五大野兽的茅色斑点 你不难分辨 图案是属于哪一种动物吧 这些特质蜡烛 燃烧时间较长 不过 我想你舍不得将它点燃吧 此外 也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蜡烛 款式多样 完全凭你个人的喜好选择 这个漂亮的挂钟 是一种学名叫 One Olive的非洲红木制成的 它的木质本身 已经具有天然光泽 再经过加工打磨 就显得更加美观大方了 瞧 制成温度计也不错 是很好的家具摆设品 要不然做成杯垫吧 它也有娇小玲珑的一面 这幅羚羊食草图也很生动吧 猜得到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吗 它是用香蕉树干皮做成的画 非洲人很会就地取材 然后画腐朽为神奇 在别人眼里 毫无用处的树干表皮 到了他们手里 也可以成为精美的手工艺品 它有首饰挂架呢 又好看又实用 小妹 你看 好精细的手工 是用蝴蝶翅膀七成的图案 真的是匠心独具 不错 的确是匠心独具 而且别出心裁呢 连死掉的蝴蝶 非洲人都会将它寄成漂亮的图画 而且又能使它的色泽保持不变 这才靠工夫呢 这些造型独特的非洲人头 雕刻用的是非洲著名的乌木 它能经得起日晒雨林 而不易枯萎 所以很受到各部落的广泛采用 它的黑色是天然的 所以有乌木之称 乌木雕刻的独特之处 使工匠采用了比较大胆 夸张的雕刻手法 所以制成的大小艺术摆设品 都各有齐趣 人物表情造型都有趣 也反映出非洲人的幽默 协区的艺术层面 长颈鹿大多是用土木或橄榄木雕成的 如果是用油木 工匠们也都将原来的一棵油木树干 直接砍伐下来雕刻 所以长颈鹿的大小高度 也就和原来的树一样 因此没有一只长颈鹿相同 在客厅里放上一两只 也是不错的点缀哦 我妈咪啊 今天的收获呢可真不少哦 现在我知道应该为我朋友 添购些什么摆设品了 回去要马上购私了 回去马上就购私啊 是啊 不然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下厨啊 你说的别说话不算数 待会儿去了中医师那儿呢 我们就去超级市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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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